講述的文青時代媒電系列華黨 將2月23號到4月28號 在台南文化中心的電視 電視的作品都是講述老師 五十多年以來 一直留在新古兵的文青時代作品 聽言出文青時代最尊敬的自己 台南一律文化中心 在原社會進行 古本講述文青時代媒電系列華黨 對2月23號到4月28號 在台南市文化中心電視 電視為俗當中都是講述老師 五十多年以來 期間一直留在新古兵 不敢放手的文青時代的為俗 聽言文青時代擁有單純的夢 尊敬青春的自己 下一代的孩子 你要怎麼去跟他對話這個部分 或者尊重他這個部分 所以我沒有小看文青時代 雖然我自己的文青時代可能只是一個小範圍 可是我希望真的在做每一位如果等一下都願意談自己的文青時代 我覺得太精彩了 而且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這班黨員 同學院 學校的文青時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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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管政治 当然也有一点点的小叛逆 跟一点点的小寂寞 所以充满了能量 充满了创造力 往前飞翔 乡亲的博企 老师的文青时代 一定非常有故事 期待到观众 到 将军的文青时代来对位 也和自己的青春年代来对位 既然充满心充满彩虹不得